各位网友,大家好,一帝感的天气,路边的情况已经知道秋天已经过去啦,冬天要来临啦,这几天多伦多都有少少冬, 还有早上起床的时候,户外也有一阵少少的薄沙箱在这里,不过北边已经有些地方下雪了,所以在冰天雪地之前,都是拿着时间出去走走,吸收吸收新鲜的空气。 没错啦,今天就来这里走走,参观一下Partwork Estate,这个屋受华人气爆灯的景点,它由多伦多向东行,大约40多公里就到了, 一进来,被这个豪华的大宅和气势已经吸引了。 先看看它的Lotus,原来它这个大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宏伟庄园的罕见点范。 战地面积12英博,它这栋大宅起建于初期是1916年到1917年完成。 这栋大宅的主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加拿大通用汽车总裁, Rober Samuel Molachlan。 Rober Samuel Molachlan 不单是一个市家企业家, 还是慈善家。 他也是加拿大汽车的创始人。 他的家族企业设计有马车和雪梟。 后来他见到汽车的重要性。 当时他很快决定将马车厂转为汽车生产厂。 在1907年,他就与汽车公司别克·雪佛兰一起合作。 到了1918年,他的公司并加入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 他的精明的商业技巧使他成为美国母公司的副总裁。 这样更加证明他的实力, 他与两家公司的巨头感密联系, 已经成为两个国家的领导地位。 走了这么久, 已经将他的大宅正面良质都拍了给大家看。 让我们看看。 Rober Samuel·Malachlan他们由1917年至1972年期间一直住在这里。 1989年正式被国家指定为历史为止。 而这幅大宅都被多部电影成为拍摄的场地。 听说,他这幅大宅里面有55间房间。 是一个非常新古典主义风格。 现在带大家进去迷人的后花园, 整个庄园都可能让你感觉彷彿回到过去。 可能来得不是时候, 夏天都已经过去了。 听他们介绍, 这个花园有温室、 噴水池、咖啡厅、车库。 听他介绍, 外面的花园都已经达到11英帽。 就是站在这个花园, 看不到哪一边。 哪里围园都还未知。 让我发现仪式回忆的植物, 事实太久没有见过它。 这次见过它, 我一眼就认到它。 在后花园, 真是很感叹当时的主人, 对当时生活的要求、 质素和审美观点角度。 刚才见到的工作人员, 都听他们说, 他们经常有人在这里, 打理这个后花园。 那些工作人员就跟我说, 他这里镜头的尽头, 那间屋就是Teahouse。 到了深夜, 现在很多人在这里喝茶和吃午餐。 不过现在冬天, 他们关了, 不做生意。 还有, 现在这个水池中间那几条柱子, 深马会噴水的, 还有, 放了很多水, 不过现在入冬了, 他们要放了水来过冬。 。 真是有点可惜, 现在是秋天的尾巴。 很多花都借了, 如果在夏天, 我想周围的环境应该是很漂亮的。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当时的主人对后花园那种既简单, 但又不失有钱人的气派? 我想这里都很多人会选择是 婚纱的拍照地点, 或者结婚仪式选择的地点之一。 在高处看下下, 后花园那种感觉又是不同。 有句说话, 站得高望得远那种感觉真是 一时之间用一言两语是很难形容。 。 这里又是屋的旁边的花园, 又是真是很大的。 被我发现, 这里有很多不同品种的虫鼠居住在这里。 不过, 他们跑得太快了, 拍不到他们。 真是好羡慕, 虫鼠可以住得这么大间屋。 。 旁边有两个green house。 今天参观了这个park work as day, 总是有少少感觉是 每个season的不同那种感觉。 这是秋天。 我想我会夏天再来一次。 因为很想走去大宅里面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情况。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请关注。 多多支持。 多谢大家观看。 记得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下期再见。 拜拜。